感谢主 那时候是和首尔姨姐妹第二次来福州 第一次来很早来 那再过几年就回去了 他那个时候受了许多 他一起的那些外国传教士的诽谤攻击 因为他很热心 看见许多学生爱主就带领他们聚会 所以就被诬告了 不单是小的事情 别讲到他很严重的犯罪 那么这个在一百年以前 那个时候讲话不像我们今天这个样子 今天讲话许多事情可以公开讲可以随便讲 在那个时候是不能这么讲的 所以你就是有这个事情 也没有人能够跟你好好去谈 所以他就受了许多的冤屈打击 但是他没有肯生 人总是人 里头当然也感觉到很委屈 他想去申诉 但是主让他里头清楚一点 你两个人都是我的孩子 你痛苦 现在要去反对他去申诉 他也痛苦 那不管你两个人 谁痛苦都是主的事情 所以他觉得说 那我就闭口我就不讲了 不讲了这个事情不行啊 因为你是很严重的罪 所以特别他受到他那个校长 来到中国就在这个沧桑 讨述女中做教员 许多人 那个校长对他非常反感 所以他很困难 那怎么办 所以最终是英国那个财会 要过往这件事情 听说刚刚好有一个英国做生意的人 这个人是很好的基督徒 他生意做的也比较大 他从英国到福州来 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人 了解情况比较容易跟许多中国人来往 语言又能够相通 他想听说 他这些事情都是人家随便讲的 不是真的有这个事情 所以他就想去跟英国财会去反应 但是很困难 最后英国财会就叫他回去 所以感谢主 第一就是因为他愿意服下来 自己不去生云 第二就是他被叫回去 叫回去以后 到了英国那些财会的人问他 到底你也没有犯罪 你要跟财会讲 他还是没有生病 后来是那个做生意的人 跟这些人反应 我在中国跟中国人来往 许多人都没有说到有这些事情吗 并且许多人反应 他跟学生很好 会带领学生 许多人跟学生 有交通 有感情 就是很爱他们 所以那些财会的人就感觉到 那其中有问题 最后来 就那个负责人 有一天就叫我们和尚姐妹来 就跟他讲 我今天奉主的名 用教会的权柄 叫你讲话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 今天请你告诉我们 我们相信你讲 后来他再讲 都没有这个事情 连一点点的影子都没有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所以后来财会这些人 才知道 这其中有非常大的冤屈 原因在哪呢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那些传教士 是他们攻击他 但是感谢主 就是这件事情 神让我们和尚文老姐妹 学了一个非常好的功课 就是学习向主 学习跟主 我愿意背十字架 主叫我不要开口 我就不要开口 主叫我不要自己生冤 我就不生冤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 他回到英国的时候 他参加了 叛唐弟兄的那个聚会 叛唐弟兄 那个聚会 他主要也讲 教会一些这个预言 主的再来这一方面的信息 所以他去参加 他聚会以后 就得到叛唐弟兄的帮助 就告诉他 其实最起初的一个问题 住在哪儿呢 就是因为你自己 现身在那个工会的 那个范围里面 但那些人 是基督徒 还是外国的传教士 是什么有支撑的人 但这些人 他的心对主到底怎么样 讲不清楚 并且 按照圣经 按照主的话来讲 圣经并没有说 叫差匯 派人到各地去 闯福音 这都是工会的那一套 所以后来他清楚了 所以他就离开 这个组织 离开英国的 这个工会组织 后来他就到 潘滩弟兄那边去 聚会 那么我是后来 在另外一个 康物里头 是看见 那边弟兄姐妹 有讲过 他在英国一段时间 对他潘滩弟兄 很多帮助 那么两个人 后来慢慢的 有一点接触 以后 有一点好感 那两个人 都是还没有结婚的人 所以其他的弟兄姐妹 有的人感觉到 如果两个人 认为说 比较合适 那两个人可以 成婚吗 那感谢主 我想实在是 主的恩典 如果他去结婚 就不会再来了 所以主就 把这件事情 让他们停掉 而我们弟兄姐妹 宝贝的地方 在哪呢 就是在感情上 一个人最难解决的事情上 他那个为主的缘故 我顺服神的旨意 如果主 让我这样做 我就做 如果主拦阻我 我就放弃 结果他选择放弃 所以这件事情 以后 神就给他个机会 能够再来中国 并且 在那个时候许多认识他的人 都已经 很清楚的 有的是劝告他 有的甚至是警告他 你就是要再出去 事奉 要去传道 不要到中国去 或者说 不要到福州去 中国怎么到 你到其他地方去 做传道也可以 这个地方 已经 有许多难处 所以他也知道 我如果再到这儿来 以前那许多统事 他们怎么过得去 到底 以前你们是 诬告他 所以他今天又回来 或者是他 真的有问题 那人家要问呢 认识这件事情 以前怎么经过 许多人要提出这个问题来 因为这是大的事 所以他也感觉到 是不是 我不要到福州去 但是他真的感谢主 这些都在神的手里面 所以他后来 受感动 要出来 一个最大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就是经济问题 他第一次来 有那个工会的背景 什么事情都 工会都替你解决了 你能来就好了 那这一次呢 没有这个背景 甚至连诗人 帮助你的这个背景也没有 那你凭什么去 所以我们能够 敬拜神 第一次真的感谢主 神如果要他的儿女 去走这条诗教路 你先学习 完全顺服神 先学习 有完全信靠神的信心 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 你出去做工 你怎么做 这是最起码的 所以感谢主 他那个时候 什么都没有 后来 他就带领 他那个外甥女 就后来 那个李爱莲 李世姑 所以据 报道就说 李爱莲姐妹来的时候 他还有一点点 自己的积蓄 虽然不多 但是还有一点 所以他能够带来 那和尚人老姐妹呢 什么都没有 但主就给他 十篇 二十三篇的话 你是信靠 物质的东西 是信靠 人的组织呢 你还是相信这一位 全能的神 还是相信神的话 所以据我所知道的 后来我也认识 在白亚堂附近几个地方 许多年老的弟兄姐妹 以前他们都跟过和尚人姐妹 因为和尚人姐妹她知道 我如果要到这儿来 我起先跟中国人来的话 起码我要学会福州话 不然的话 我跟他们怎么讲话 怎么交通 所以他就尽量学讲福州话 盼望 记得我会讲福州话 把福音传给当地的人 所以我后来认识那些姐妹们呢 他们的这个母亲 他们家里的上一辈 都是跟和尚人姐妹 有很多的来往 他们家里的人 跟他来往当中 当然都得到帮助了 后来都蒙恩了 但是 你还要面对 以前那许多旧的同事 所以 据说 他从英国来 坐船 以前都是从大桥 外面的闽江 或者坐海轮 再坐小的海轮进来 进这个闽江 他进来就一直祷告 主 我到底到哪里去 人嘛 毕竟是人 他也感觉到 我如果再到福州去 马上就会碰到 以前那许多同事 是不是也有许多不好过的地方 你这个人能回来 就说明他们以前就错了 就说明他们以前是诬告你 这很明显 对不对 不然你这个人怎么回来 所以到他主面前 就一直为这件事情心里头 又祷告 所以弟兄 作为我们 比他 后辈大几十年的人 去理解 当初人的思想 感情 很难 现在有许多话 人可以当面 那个时候不好讲 对不对 所以他 的确也有许多的困难 所以 从明江湖 慢慢进来的时候 快到福州 那个大桥 他就在那里 祷告 阳王主带领 后来 他就看见 在 我们这边 有个罗星塔 不知道你们这次 也没有拍过照片 所以我特别跟弟兄 这边讲 介绍这个罗星塔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这个塔 都是跟福教 有关系的 单单这个塔 跟福教没有关系 不然的话 人家讲 你讲罗星塔 你又从福教讲起 那你信什么耶稣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不对 中国所有的塔 都是跟福教 连起来的 以前在我们中国 有一个县 只有一个塔 每个县都有 并且呢 在我们中国 外神 怎么在福州 有一个县 他都有一个菩萨 叫做城隍 所以每一个地方 都有一个庙 是城隍庙 好像他是福州 这里的地主一样 好像是福州 这里的性光一样 所以每个地方都有 但是感谢主 我一听说 罗星塔 我赶紧就跟弟兄 去看一看 罗星塔里头 有没有偶像 也没有其他的东西 如果有的话 我们还讲 我们从罗星塔 讲到来半年 亏了 感谢主 不但没有 并且我还去查 那个福州的县制 以及那历史的记载 所以他就讲起 那个他当初 带的时候呢 是因为 有一个女的 他的丈夫 是到海外去做生意 以前人到海外去 没有现在这么方便 不要讲飞机 现在轮船也是很方便 以前都是那个木头的船 翻床 不但不方便 并且很危险 什么时候出事 不知道 所以这个女的 她丈夫出去了 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回来 她很盼望 能够早日看起 她丈夫回来 所以她就在 闽江口外面那个地方 就造一个跟她一样 所以你说这个是什么塔 跟现在的廖望塔一样 她盼望能够在高一点的地方 看得见 床从外面回来 她盼望她能够看见 她的丈夫从外面回来 所以这个罗星塔 在我们中国的海图 很早很早 在清朝的时候 就有这个地标 这个地标 就写上这个罗星塔 作为 从闽江口进来 标志 好叫 好叫 许多开船的人 有这个方向 你进了闽江口 就看见 这罗星塔 所以我们真感谢主 怎么知道 这罗星塔 变成了 一个标志性的地方 是我们 李托生弟兄 后来 就是在 罗星塔那边 在马尾那边 他租了个房子 在那边住 在那边做工